第三者來襲 當心感情出現大危機 你想想看 如果你們兩個交往了穩定了 當然最好是跟大家公開 你們在穩定交往中 大家可以給你們祝福 對 但是你就好像那身分證 後面配偶然故意給人家填空派 很多人這樣對不對 對 這表示你就是 或者故意不帶婚戒 那就表示 你也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永遠都是關靜音 然後永遠就是 你都找不到她的人 我真的覺得她是在躲你而已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她就是 我跟她就算在一起的時候 她也不讓我看她的手機 她的手機永遠都是 關在靜音的狀態 我只要一 我很討厭人家調靜音就對了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會真的打到她接為止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歡迎 投資劈腿 變常態 小三當道 感情壞 歡迎收看 現在才知道 新美妹 是 只有在童話故事裡面的愛情 是最純潔 最美麗的 在現實的社會裡面 很多男人都犯了 所有男人曾經犯過的錯話 但現在犯錯的 不是只有男人耶 對 真的喔 連那女人也會犯錯 所以你心中有一個小魔鬼 蠢蠢欲動囉 天使與魔鬼在我的肩膀上 對 還有男人說 沒有願意 只有巧遇 巧遇以後就巧巧地滑進了魔鐵 而且或者是突然肚子很痛 然後就想要借個廁所 又不小心借到魔鐵去 對 這很奇怪 而且台北市的魔鐵又特別多 對 所以台面上很多公眾人 有時候被迫出來 他不得不承認 一定把大老婆拉出來 老婆就說 我一定原諒我的老公 我支持他 對 我支持他 我相信我的老公 那個最壞的是 外面的壞女人 在這個感情的路上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為愛而蒙蔽了雙眼 但其實呢 在你蒙蔽雙眼之外的第三者 常常都可以看到另外一半 其實早就有一些狀況 已經有蛛絲馬跡囉 對 過去有一句名言 假如說感情中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但是現在新的觀念又不一樣 不論先來後到 但是在三個人的世界裡面 往往都是非常痛苦的 有人講說有一個第三者 人家大陸第三者 他成立了第三者同盟 第三者公會 他們的紀念日是 她說明有不努力的小三 沒有大腐敗的婚姻 好 漂亮啦 漂亮怎麼漂亮啊 漂亮怎麼漂亮啊 你就不要結婚喔 好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願意公然承認 是第三者的人 真的也是越來越多了 對 那今天我們現場也來到 兩位第三者 是 怎麼會有人這麼年紀輕輕 就公然承認自己是第三者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我的好姐妹 最好的當然要給你啊 離開 會怎麼好會呢 我離開是因為想忘記一個人 可是十年過去了 卻發現我走不到了 我不是第三者 我的愛情在她的婚姻之前 對 為什麼十年前要離開啊 你忘了 我們都是第三者嗎 所以是有一部新戲 至第三者是不是 是的 歡迎兩位 謝謝 看日高調覺得很好看耶 故事大概在講什麼 然後彼此的角色在演什麼 很少第三者這麼高調的 很少第三者這麼高調的 現在又來又高調了 還自第三者 然後你知道第三者 都不會承認自己是第三者 所以我不是第三者 太容易了 而且你們可以不用那麼可憐 你們這邊還有一張 好 謝謝 謝謝 那戲裡面其實就是在講說 三個好朋友的關係 然後就好朋友突然間就是 喜歡上了對方 然後就會開始有一個第三者出現 對 但它會讓你覺得 其實第三者不是你想像的那個第三者 其實會讓你 一問 一問第三者是什麼 然後愛情真正是什麼 所以你自己的感情有遇過就是危機嗎 我都是就是分手之後才知道 曾經有一個第三者出現 當下不知道 其實她這樣是幸福的耶 對 當下知道才痛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是隔一天才知道 隔一天才知道 所以也差不多 OK 那立揚在戲裡面演的角色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在第三者裡面 我飾演的是少卿的 在大學的時代的青梅竹馬 然後我一直很喜歡她 對 默默的 但是她忘不了裡面的就是佳健 就是也很好 那我就為了要讓她心中的 這個疑慮去除 我就說那你回去 那我們看看十年前的愛情 還存不存在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她 但是後來回來 台灣之後變成 就是我也一起上了這個賊船 你不要亂逗點好不好 我們 我們會很緊張耶 一起上了這個 對 賊船 賊船 嚇死我了 冷氣可不可以開牆一點 熱死我了 精采啊 對 對… 立揚算是佩恩的大人哥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算是 算是 就默默的支持她 好 所以新戲大概什麼時候要跟大家見面了呢 就是每週六晚上十點在台視 然後星期天晚上在東森也是十點 好 所以希望這個 至第三者這部星期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好 其實在感情的世界裡面是不公平的 我愛的人名花有主 愛我的人慘不忍睹 真的 很抱歉 怎麼會想 好可怕 很多人都不想成為他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但是有時候 其實你默默的 悄悄的成為第三者 而不知道 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小的測驗 安格斯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測驗 老師的測驗都超多的 我跟你講 所以好好做 來給大家檢視 檢視 到底是 我們是要測驗什麼 老師 我們讓大家在無預警之間 選了一個你不知道測什麼的測驗 好 我們現在測 如果你下列的魔法物品 你要選一樣放在你的書房 是當擺飾 第一個A選項是一束玻璃玫瑰花 那如果是B是一根 我們在那個什麼很多電影常常看的 煉金是那個魔法棒 很多瓦斯拿的 拳杖 對 拳杖 是 那我們來看第三是一把古老的掃帚 第四個是一顆透明水晶球 好 如果有答案了請幫我舉牌 那大家選的時候也請兩位主持人 也看看自己第一印象 我選D 我也選D 所以沒有A跟C 你們兩個選B 你們兩個選B D 沒啊 大家很少人選A跟C 對 所以 那我們從A開始 A 如果大家選擇這個一束玻璃玫瑰花 我還滿意外 他竟然沒人選 我們來看他測你什麼 好 測你的 第三者的測試 好險喔 是 90喔 老師 這個是我們當人家第三者 還是我另外一半有第三者的指數 你自己容易當第三者的指數 當人家的第三者 你選的嘛 所以測你自己的第三者指數 對 因為花這個含義其實非常的清楚 是 如果是一副玫瑰花 玫瑰花它會用在什麼時候 戀愛的時候 對 那所以它桃花指數 代字的玫瑰 第三者的指數非常的高 我們來看為什麼 意思到感情失溫就有高度的危險值 就是不管我單身 或者是有另一半 還是在婚姻裡 我只要覺得 我好像有不安全感出現了 是 我就要開始做預防了 開始做預防的方法是什麼呢 有時候就是 那我應該要找一個取代者 還是我的退路 所以一般來說 選擇A選項的朋友 為什麼他的第三者指數這麼高 因為我只要覺得失溫 我就先開始變了 我不想做那個被傷害者 然後就傷害人吧 對 所以選擇這個指數它最高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選擇C C也沒有人選 這個古老的掃帚 感覺掃帚就不拉起 但它未必有魔力 30而已 指數只有30 第三者 掃帚的朋友 現代版的規矩阿世 古老嘛 對 然後好像感覺是 循著過去的道理 選的一樣東西 很合理的東西 所以重道德避免破局 也就是 就算是愛與不愛 它都不容易變第三者 因為我不想違反這個規範 接下來緊張了 兩個年輕的男生選的是B B 好 我們來看 這個煉金式的魔法杖 它可以變出很多東西 像莉亞 不準 你不要再碰碰 你不要再碰碰 小王 小王 趕快換 你動作很快 小王不給別人 你跟亞洲第一塊手這樣 快點幫我手機拍起來 我要傳給人家看 比較直接 不行 A90 對 A90 所以還好 對不對 80分 但它什麼原因 變金式法杖 它可以變出無窮的東西 所以它一定是重變化性 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 新鮮感萬分重要 所以選擇這個 我跟講 選擇這個選項的人 他通常會戀愛 對方一定要很有趣 如果是那種莫守成規 或是一成不變的 那種乖乖牌 他們可能也不持久 這個實在 他們選擇會 不准 不准 我個人覺得我滿專情 趕快轉低好了 那我來看看 適合的就該走近 那我們想說 如果在他們的戀愛之中 只要覺得很難得有默契 有默契的人很少 特別對雙子雙魚 這種善變的人來說 雙魚雙魚 我們現場出現了一個 真正最容易變成 第三者的星座 你知道是什麼嗎 誰 我在去年年底 2014 幫一個台灣女性雜誌 做了一個調查 所有的讀者 女生去調查 最容易 就男友劈腿出軌的 最多就是 雙子座 雙子 所以雙子是所有星座之中 被調出來 她在女生的心中 最容易劈腿的 現場有雙子 我們現場有誰是雙子 有有 立昂是雙子的雙座 你是女生 沒有 那個 女生 反而非常意外的是 雙魚座 雙魚座很多人嘴巴喜歡罵說 雙魚座多情 但因為雙魚座真的很難戀愛 像沛恩跟屁 幫我把這一段剪起來 我要告訴大家 真的 雙魚座真的很難戀愛 而且一點都不花心好嗎 對 但男生跟女生不一樣吧 老師在說男生 老師在針對我講 針對你 雙魚座 雙魚座容易覺得寂寞 可是雙魚座卻很難找到對象 好 那我們要看最後一個選項 100 大家最多人選的水晶球 這個一顆透明水晶球 第三者的幾數 60分 雖然及格邊緣 但為什麼 什麼時候他們會變第三者呢 偶爾會 精神出血 好 我剛剛有精神出血 真的 真的 他剛剛有3秒想外遇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神的外遇 但是要肉體的時候 就難度稍微偏高了 這件事危險一點 可是 所以他會一直停在精神出軌 我跟那個 這個統體 這個統體 我好想 厲害 幻想 對 所以就止在那個 就是停止在那裡 就說什麼都已經想完了 對 好帥喔 算了 這樣就夠了 只好這樣 對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無奈 老師這個60分 應該是一腳在外面 一腳在裡面 對 我們跟老大瓜想一想 不想的人不正常嘛 對不對 不想一想 就是現在台灣在講 叫靈魂辦 對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 因為我剛剛去上廁所的時候 看到法比歐說 法比歐 好 所以這個老師先幫我們 做一個初步的檢測 對 不管你是選ABCD 反正你自己知道 你的出軌的一個指數多少 不過一般來講 劈腿一定是有機可循的 對 我們常常說 阿兩萬萬萬也有胖 所以其實在愛女之間 尤其女孩子 她的第六感非常的準確 好 所以馬上要幫大家 揪出這個劈腿的蛛絲馬跡囉 來看一下 小心你們的感情 可能出現第三者嗎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呢 社群網站的感情狀態 顯示單身 對 真的假的 所以小小瑜 之前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這個我真的是有遇過 而且我當時的男朋友 他也不是藝人或是什麼的 對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對外 都要講單身 我想說我也不是帶不出去啊 我有點納悶 但因為他就是不會帶我去 認識他的朋友 然後他永遠對外都講他單身這樣 那因為他這樣講 那就會有一些喜歡他的女生 當然就會一直主動聯絡 對 然後聯絡我也不能怎樣 因為我就覺得 他交異性朋友有他的自由 然後後來就是我就想說 這可能是他的習慣吧 他就想低調或許想保護我 你被愛情蒙蔽雙眼 我都往好的地方去想 他就是因為我的工作 所以他不想公開這樣 可是後來有一天突然有一個 我沒有看過的臉書帳號 突然傳訊息給我 他就說 請問一下你是不是誰誰誰的朋友 我就想說 對啊 我是啊 就是我男朋友 然後他就傳訊給我說 冒昧的請問你一下 你知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女朋友 這時候好掙扎 到底要說還不說呢 我心裡想說我就是他的女朋友 哇塞 可是他是把我當朋友的感覺 在問 可是我沒有講我是他女朋友 我就說對 他有女朋友 然後他就很驚訝 他就說 可是他都會約我出去 然後我就傳訊 又問說單獨嗎 還貼一個笑臉 你也太鎮定了吧 不是 因為我想說是一群人 就沒關係 這時候心裡應該已經 糾在一起了吧 我以為是一群人 他就說對 是單獨約 然後我就很想要再繼續套話 我就說那你們進展到積累 就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說我都跟他掏心掏肺 對 我跟他講說他有女朋友 什麼事情 這個女生他就回我說 這我不方便說 我想要保佑我們之間的事 我不想說 這樣子 當時我就是一直哭 然後後來就去問我前男友 這件事 是 但他就打死不成人 他就說那只是普通朋友 這樣子 好 所以KID你身邊有那個 類似的朋友有過這種狀況 就是我本人 而且我跟你講 你是飆單身的那個嗎 還是被飆單身 他飆單身很多年 因為我剛好跟他相反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沒有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當時也是藝人的時候 我交的那個女朋友 我就很想說 我們來就設定 就是以交往的鐘這樣子 拜託 拜託 你很想糟告天下就對了 對 因為我想說 我這樣糟告天下 就不會有一些蒼蠅來 就是干擾你 對 你說喜歡你的女生是蒼蠅 沒有 就是騎他蒼蠅來干擾我女朋友 黏他女朋友是蒼蠅 然後而且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而且我其實真的有設成什麼 穩定交往鐘在做 對 然後只是那時候不紅 大家記者也沒有寫我這樣子 所以你現在有標你是穩定交往鐘嗎 現在沒有女朋友 所以沒有標 就是現在單身這樣子 你們的新聞怎麼會有潑朔迷離 真的啦 真的 我沒有要跟你看完講 你要大家去搜尋 馬上就知道你的內容 我要跟你講這個故事很精采 不要講這個 對不起 對不起 然後那時候我就這樣 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再就是設定這個 以穩定交往這樣 可不可以設為單身這樣 因為他這樣說 什麼他在工作上面會比較方便 主管才不會覺得說 他已經交往中 會不會有一些感情的問題 很難用他 他不是 他是勸外人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就覺得說他這種行為 就怪怪的這樣子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 就是有一次他在洗澡的時候 看他手機 精采的來了 他跟一個男的 就是密集的在聯絡 然後那個人呢 是誰你知道嗎 Circus的人嗎 是我經紀人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是 我那一怒之下 我就整個就是 整個就是已經 拉斗了 我都說誰不好惹 惹到我經紀人 這樣我也有怎麼面對 對 然後我還有經紀力 而且這個扯到工作了 對 然後我就整個 可是我還是忍下來 然後我就馬上就是說 我去買個東西 我就馬上劈頭 就打他給我那個經紀人說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誰不好把 把我女朋友是不是 你現在怎樣 我跟他平常尊重你 你現在到底什麼意思 然後結果後來他說 什麼什麼什麼 你怎樣這樣這樣 他就完全不知道事情 對 結果後來我才發現 就那個人 他偷吃的那個男的 跟我的經紀人 我整個就是罵錯了 而且就是這麼巧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巧 所以那個男的 我這一輩子 都會記住他的名字 然後我也真的超級 也太巧了吧 就巧到爆炸 我還直接就罵我經紀人這樣 他就覺得說 平常算是還滿有禮貌的小 這男人 為什麼他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 直接罵他這樣子 冷靜 對 然後那個男的 就是原來就是在 我跟他就是譬如說 因為那時候他在台南 讀書 我在台北工作 只要是我一上台北 他們兩個就是會聚在一起 而且在外面租了一個 小套房這樣子 那這樣到底幹嘛 還要跟你在一起 為什麼不分啊 後來我就 後來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他看圖你什麼呢 沒有 受 他走不到 自己已經走不到 他要看圖你什麼 我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他看圖什麼 他這樣充滿了疑惑 就看出來 可能是我的愛 太濃烈了 對 就像是 那種濃烈的激情 那種濃烈的濃烈 那種問子還是好好笑 對啊 我很難過我講了這個故事 因為我講話 我很難過 好 那來問一下佩恩 談戀愛的時候 你會去care對方 願不願意標 以穩定交往這件事嗎 其實好像是對方比較care 你會不會改呢 就看看可能交往多久吧 多久可以改 可能 八年 我覺得一年以上 不太久 一年以上 對 前夏陽醫師 就一般男女之間交往以後 明明都已經有戀情了 不敢公開 還在社群網站裡面標明單身 這是不是代表一種劈腿的徵兆 這是要列入考慮 你想想看 如果你們兩個交往穩定了 對 當然最好是跟大家公開 你們在穩定交往中 大家可以給你們祝福 對 但是你呢 就好像那身份在後面配偶然 故意給人家填控牌 很多人這樣子 對不對 這表示你就是要 或者故意不帶婚戒 那就表示 OK 你有嗎 沒有 這個小潮氣 戴在腳上 腳 戴腳鏈 對 好低調 那就表示說 他是要給大家知道說 我不是死慧喔 我還在活慧中喔 即使死慧還可以活標喔 而且我們在腦科學來講 現在有一些人真的是 愛情成癮 因為我們腦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小小的核 叫做福殼核 那個福殼核是讓我們俗稱的 享樂中心 現在就發現到有一些人 他是要希望一段又一段的 那種感情 那種的戀情 讓他的福殼核可以很活化 讓他很開心 所以他就即使在跟人家 穩定交往以後 他還是那種狀態 顯示單身 是 那請問一下楊醫師 一般什麼樣性格的人 他比較容易愛情劈腿 在我們的專業來講 大概事實上會看過三種 性格的人比較會 哪三種呢 第一個就是比較那種 自戀的 自我感覺良好 好醜 我真的是 所以很長太醜了 不行 我不行 是你嗎 長太醜 你說的話也很確實 自我感覺很良好的人 所以就好像是一個 自認為是周遭中的太陽一樣 所以他會覺得說 他的光芒那個魅力 大家都會很愛慕他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屬於一種叫做 邊緣型性格的人 簡單講就是三個字 叫不穩定 那他可能在過去生活中裡面 在父母親教養之中 他依附的那種感情的對象 一直捉謀不定 是 所以我們曾經碰過這樣子的大學生 來找我們的時候 他身上他可以一直在跟人家 有性成癮 然後他常常會有智商的行為 是 那他每一次交往一個 就想辦法跟他 去做愛做的事以後 再兩個禮拜就要換下一個 因為覺得沒新鮮感 那依附對象新鮮感不在 這個情感上是需要被治療了 對不對 對 那第三種就是 戲劇型的 戲劇型的人格就是 他的動作 言行都很誇張 目的就是希望 要讓人家注意到他 這就回歸到動物求偶的本能 他們要求偶的時候 不是都要孔雀開平 對 要把它弄得就是花枝爛戰 很容易被注意到這樣子 沒錯 所以在交往的時候 剛剛我們楊醫師講的 那三種類型的 可能你就要小心一下 好 接下來是什麼 有沒有 季妹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個是什麼 可以呢 手機不離身 總是調成靜音 怕吵到別人 不是 又不是在錄影 對 可是調成靜音 尤其是 如果是兩個人常常單獨 然後相處的時候 調成靜音真的有鬼 所以立揚你遇到的是 本身的案例還是 我是本身的案例 譬如說在錄影 或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手機都是關靜音 朋友不知道為什麼我都 手機都是永遠都是沒有辦法 所以你是工作調靜音 然後下了班會忘記調回來的人嗎 我會 而且是特別每次下班 要趕快回家很晚了 要趕捷運 或者是要開車或幹嘛 手機都會忘了 然後到了家都已經很晚了 有時候回簡訊或是什麼 這都是藉口 我覺得這怪怪的 怪怪的 真的怪怪的 對 你們都沒有這種經驗嗎 所以有工作聯絡你嗎 你一定要一直看手機的啊 現在的人就是很依賴手機 不可能說忘記調了有聲音 或是沒聲音 這種通常就有一個狀況 就是太多利益犯 對 怕麻煩 我真的遇過一個喔 之前就是我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他劈腿 他有很多個女朋友 然後他就會跟他女朋友講說 因為他們家住比較山區 然後收不到訊號 但是其實他是去不同的女生家住 然後關機 好可惡喔 他就說他收不到 壞蛋 好 所以Kids 我跟你講喔 我之前交一個女朋友 他就是永遠都是關靜音 然後永遠就是你都找不到他的人 從一開始談戀愛就這樣 還是後來就這樣 從一開始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在躲你而已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他就是 我跟他就算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不讓我看他的手機 他的手機永遠都是 關在靜音的狀態 然後我只要跟他一分開 他這個人就從此找不到 所以我這個人也是 有一種強迫症 對 就是也有一種 就是不安全感很重 所以就是我只要 我很討厭人家調靜音就對了 就是我跟你講 我會真的打到他接為止 你知道嗎 我覺得至少打那種 三四百通我都打不過 譬如說今天晚上 可能有一個很重要的局 然後要去吃飯好了 但是我女朋友可能 沒有接到我手機 我就會直接推掉那個局 然後我就躲在房間裡面 我就是一直打啦啦 打到接到語音心上之後 再重新播 再打啦啦啦 再追追追追 我就會重複這個動作 三四個小時 然後直到他接為止 你打了三四百通之後 一旦通的那一刻 你會大兩百通嗎 我就說你在哪裡 他說我在家 我說不相信 叫你的狗來叫兩聲聽聽看 然後他就 沒有啦 我說不是 這不是你家的狗 他說真的 以前啦 以前啦 現在不會了 因為現在都可以直接 定位他在哪裡 對啊 好可怕 他這樣也是證明 你很愛女友啦 才會一直都想管他在女友 就是他們後來就說 你這樣會讓我有一個 自習式的戀愛 我會覺得他愛我 他瘋了嗎 真的嗎 你就很像陷入這種迷惑 對 為什麼會緊追不捨是很可怕 他真是好朋友 不會覺得這個人怎麼了 然後我完全不會想要接 會嗎 所以你會害怕 但是你怎麼都不先檢討你自己 為什麼要不檢討他媽媽 他在拍戲 你先檢討 沒有 我可能在拍戲 我就會拍戲 拍戲難道說這邊有空檔嗎 沒有 但是忘記了回來 你還想要項鍊的時候 我跟他在拍什麼 我傻來了 她來了 就可以這樣子嘛 我們來問老師一下 可以 不是嘛 沒關係 我們來問老師一下 請一下安科斯老師 像這種手機不離身 而且永遠開在靜音的 他是劈腿的徵兆嗎 因為我是有過陰影 我以前在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有個對象是個空姐 那你知道他飛國外線常常是 比如說兩週他會待在台灣 兩週就飛出去 對 可是我每次難得跟他約的時候 他的手機就是一直想一直靜音 然後大概就這樣 維持著大概將近半年到一年 我們有曖昧 已經嚇到男女朋友了 可是就是沒有說出在一起這個字 一直到有一次 大概就將近接近一年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是照樣約晚飯 對 他直接就帶著男朋友出現 那個這我男朋友 我想我媽朋友一起吃飯 那幹嘛要跟人家曖昧那麼久 他不知道怎麼直接跟你講 直接帶男朋友出現 所以這個陰影就讓我發現這件事 一直到大概在幾年之後 換我自己有一段單身的時間 我有兩個想交往的對象 我開始發現每次要吃晚飯的時候 我跟其中一個約 也是會把他按成靜音 因為為什麼 對方會懷疑 對 你就會想說不要讓他懷疑的方法 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根本上認為靜音這件事 是 就是一個有點問題的象徵 對 真的 那請問一下楊醫師 一般來講 類似這樣的外遇問題 如果多了以後 他會不會衍生 形成一種精神疾病 這個我們叫做 真的 剛剛這邊有一個潛在的個案 潛在個案 我先病好了 我們把它講 從過去到現在的脈絡 也有一所變化 這幾年來 我們的趨勢 是不是越來越發現 男女越來越平等 有很多是所謂的老公 因為從各種訊息顯示注意到 太太 也有小王 也有小王 然後他被戴綠帽子 但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都不是像 大老婆來哭哭啼啼來求診 對啊 小王比較不會去家裡吵 小三比較會去找大老婆吵 那像老公如果被戴綠帽子 他大部分都去喝悶酒 喝了悶酒以後 可能去走路跌倒受傷了 或是騎車子跟人家撞了發生意外 是 反而是在那個急診室 在掛急診的時候 看他整個人很憔悴 然後外科醫師會整我們過去 跟他好好談以後 你才知道他的心聲 原來他覺得他很 我還以為楊醫師要講說 他就愛上了那個急診室的護士 你不覺得剛剛故事我聽那麼熱 這應該這樣子做Ending嗎 其實還外遇型的精神疾病 還百百種 其實你說像即使本身當第三者的人 他本身也有很多的狀況 像以前雖然有人說什麼 半點不由人萬般斜是命 對不對 對 但是實際上面當小三當久 他很希望辯證 符證 所以我們也碰過很多 不同形態的小三 有時候因為這感情 這樣起起伏伏不定 然後另外也有這種 就是一直在習慣性的劈腿的 對 他本身也會因為 同時拚了 比如說情人節到了 大家都在找他 對 都在趕場 搞得不知道怎麼辦 也會非常煩得失眠過來找我們 對 好 好 那第二名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可能出現第三者的第二名 是發脾氣的頻率增加變挑剔 我也有發生過 你都直接講了吧 應該是對方對你不耐煩 然後挑剔你 不是 是我對他不耐煩 我之前交了一個女朋友 真的就是他就像是 日本的女孩那種 就是會幫你就是傳好好 然後就是 很會照顧人 對 比如說我五點多去練球 七點多回來 我回來的時候我就看到 鞋子 脫鞋 衣服都折好了 然後洗澡水漏好了 然後跪在那邊等你 對 就跪在那邊說 要不要吃什麼 我等一下去幫你買回來 或是我幫你煮這樣 台灣他姓 但我就是久了久之之後 我就覺得說 回來就這樣 看到那個就 就把他弄亂你知道嗎 你聽一下 你可不可以生活不要只有我 就是你可不可以去交你的朋友 是 就是你也沒有對我不好 可是我看到你就是會 然後我承認那時候 你想要切了對不對 對 一切就是覺得很想要結束 他想要讓他自己自然而退 有點想 但我又不好意思說 我們分手 那男朋友也這樣 不吃苦苦 吃得含味水 吃得四個吃 吃得四個吃 吃得都沒有煮雞 不好意思 我對不起 我錯了 但是那個時候真的是 就是覺得自己 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自己還蠻壞的 那請問一下 Uncle老師 像這種亂發脾氣 還是說這種發脾氣的頻率增加 然後故意去挑剔 對方的一言一行 這也代表是他的感情 已經劈腿了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聽到 KID在相處的那一段 我們都有處過 被分手 就是被別人分手 或者自己要跟別人分手 其實是一樣痛苦的 你想想看 我們在追一個人 跟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有那麼大的耐心 可以忍受 我跟你互相都不認識 漸漸去忍受你各種習慣 在調適期 這些都過了 可是到了 如果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卻開始出現常發脾氣 變挑剔 那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他等同我的愛下降 如果14年都這麼挑剔 對 記性是幫他 標準比較高 這個好可怕 因為如果回答記性問題 等於就是在直接跟仁虎哥對話 不是 記性這個是因為 這要經過磨練 我們的愛情會經過 你14年都還能夠在一起 表示你們要進入 所以這個愛情是堅針的 對 我們是經得住考驗的 對 而且有影響 記性跟仁虎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就是那個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冠軍是什麼 好 冠軍是 常常沒時間 態度變冷淡 這常常 好像常常看到的狀況對不對 小小魚的狀況是什麼 應該也就是他也不愛我了吧 可是他又不想分手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確定他有劈腿的時候 然後有時候我坐他的車子 我是坐副駕嘛 然後我就問說 你怎麼都沒有接電話 你昨天晚上去哪 他就說他在工作 他在加班什麼的 永遠是這個理由 但其中一天我就要找面子的時候 我就打開那個 副駕的那個抽屜 就一打開就看到 怎麼有 汽車旅館的拖鞋 跟牙刷 是 這麼節省喔 對啊 還把他帶走 我們就怕被抓爆 我就說這個東西 你不是說你昨天在加班嗎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啦 因為我們有去那邊休息一下 我們工作很累 所以大家有去那邊休息一下 他就說他同事 去一群人 結果後來我就又往後看 想說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他的後座有女生的外套 我就說那這個外套呢 他就說又是某某女同事 對 他就由他那邊說是 搭車忘了戴 然後他就說 你幹嘛要不相信我啊 感情就是要信任啊 講那種話 然後就說那個真的是 某某女同事的 然後不是你可以打電話問他啊 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哭 就說好 那就打嘛 就是當面對峙 他就說好 好 那我先跟他們講一下 就是說你要打給他 然後他就下車 停到旁邊 然後就跟他的同事講... 然後又打電話的同事講... 他說好 OK 後來就在我面前按擴音 他就說 我女朋友在旁邊喔 我們昨天是不是有去某某某 Motel這樣 就打電話給其他同事 然後那個同事說 對...有啊...這樣 所以他的那個call out 是早就setting好的 對啊 他是跟別的人套招好的 他就又打給另外一個女同事 也一樣 他說對...那外套是我的這樣 有一次是他的別的男同事的 老婆打給他 說昨天晚上 你真的有跟我老公在一起嗎 什麼的 結果我前男友就騙他說 有啊 我們昨天喝酒一整晚啊 可是其實他在說謊 因為他昨天晚上是跟我約會 也就是說他們兄弟之間彼此都是會互相外遇 他的其他的哥們也有外遇 所以他們每次接到對方的另外一半 都是會說謊的 對...這樣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一個 就剛剛講的我真的很怕 你真的很好cue 我真的需要一個安全感的人 所以我曾經真的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真的可能已經出現第三者了 我知道 所以她就是常常會跟我講說 譬如我要跟他說 我們去跑步好不好 因為我們都是住在一起 然後所以我們說 去跑步好不好 不要 我們去幹嘛好不好 不要 我們去約會 不要 我們去看電影 不要 什麼都不要 然後在家裡就是大家都是 各...他就做他的事情 住在一起要分手比較難對不對 很難 很難 而且他也就是覺得 好像分不掉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要做一些事情 去吸引他 或是增加他一些興趣這樣子 但是我知道他那時候已經 外面真的有男人了 心不在了 但是我就是因為 因為我真的太怕他離開我 然後我就做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就比如說三餐都是我做 然後就是一直找事情 就是跟他有一些結合 就是一些互動 對 然後後來你知道嗎 他有一天他就真的瞇著 因為他覺得他受不了 他就瞇著跟我講說 我現在 現在就是要出去了 然後我也知道說他就是要跟那個男的出去了 然後我... 你有嘗試想要試圖找到那男的是誰嗎 我大概知道那男的是誰 那你都不會想要正面處理這件事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就像正面 你衝突的話 反而讓那個女的有一個藉口說 更想離開 有而分手這樣子 對 了解 是 那我們請問一下這個經驗很豐富的洋藝師 輔導經驗很豐富 對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常常沒有時間 然後感情慢慢冷淡 這也是劈腿的征兆嗎 這當然你看我特別拿一張板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常常說據研究顯示 我們如果要成為一對好的伴侶跟夫妻的話 常常要秉持LOVE這四個原則 第一個要常常互相學習 傾聽 也不一定都是今天都是每一次講話 都是太太講十個字 你會可以互相傾聽 然後第二個要懂得去包容對方 忽略對方的缺點 對不對 第三個要很勇敢的去講出來 這四個雙方要有心要經營 所以我跟仁埔真的有做到這四點 因為我們兩個你看在一起 這十幾年 我們到現在還是可以每天晚上 睡覺前就一直講講 如果他失眠的話 我就跟他聊到天亮 是... 對 可是我們就是可以 就是一整天這樣一直講 而且每天都講 就晚上講到天亮 白天找不到人 但是我們會互相傾聽 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傾聽真的很重要 如果單方面再講的話 就會覺得唷叨 那請問一下楊醫師 因為一般很多人都擔心 另外一半他劈腿 我們常常講說愛情的 就像眼睛一樣 揉不盡一個小小的沙子 那我這個時候 到底要跟對方攤開來講 開門見三的問 常常你會得到的答案 應該一半以上都是否認的 對 小小人剛剛又說就死不承認 這個一般是否認 除非桌間在床 不然的話打死都不能否認 否認不一定是完全是壞事 對 你反而是怕的是他直接跟你說 對 那這就是要跟你 要跟你直接了 對 他跟你否認其實一方面 就是不希望還完全斷絕 我們之間的關係 換回來是 覺得被劈腿的這一個人 他的想法怎麼樣 他是要繼續經營下去 那這個部分 有時候就不打破砂鍋問到底 那還有記得 溝通不一定只要靠嘴巴講話 對 有時候有很多書信 這書信都能表達 我對這一份感情的重視 我們要不要繼續經營下去 那我覺得 我們如果是要在一起 那我們就一起追求幸福 如果我們不想在一起 那就給對方雙方祝福 好 所以最後是不是 安格斯老師還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何避免 從這個星座的角度 來教教我們 既然我們說是 預防第三者之道 不如說是相處之道 就是我們每個星座相信的人 他應該要怎麼樣 跟另一半相處 才會預防另一半出現第三者 那我們先從火象 火象就是記性嗎 對 舞陽座 獅子座 好 還有射手座 我們來看 其實剛剛楊醫師有講到一點 就是開門見山這回事 對 火象星座的人 我們只要想到 你看獅子 舞陽 射手 是不是都是那種直話直說的 比較直見一點 這種個性很可愛 但在感情對另一半的時候 有時候未必是好事 所以 當你直話直說 你可以試著溫柔一點 或者是乾脆 雖然有脾氣 但是把你的話修飾一點 態度要堅定 語氣要柔軟 對 所以這是火象要特別注意的 那我們來看土象 像小魚 金牛座 還有摩羯座 以及處女座的朋友 他們感覺起來 其實有點內斂 你會發現 小魚平常是個很聰明的人 但他剛剛講到的愛情 在裡面他變笨笨的 對 說這種話 馬上謊我有什麼辦法 很多人都這樣子 對 可是你都會催眠自己說 他是因為愛你 除了要讓自己變得有趣 土象常常會變成這種 就是 你喜歡這樣 那沒關係 我就配合你 變成你世界人對不對 一切以對方為中心 對 那其實在土象的之中 實際上 更要加強一點就是 我參與你的嗜好 我不要只是配合你 我也瞭解你喜歡什麼 然後我一起加入 土象要做的事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預防第三者 那對風象來說 像是立揚 雙子座 或是像是憲哥 水瓶座 以及天瓶座的朋友 那這個風象的問題 是在感情本無公平 感情沒有天瓶兩端這回事 沒有 50% 50% 那所以要別採報復手段 你有一件事讓我懷疑的 沒關係 我也製造一件事 讓你懷疑 我最討厭這種了 你今天的伴侶就是這種 風象的 而且你看他冷冷的 都不太講話 其實很討厭對不對 他還不知道老師講到他 我最怕這種帥哥是這樣子 對 其實我也滿怕的 因為你是感情不吵架的 是不是 會啦 但是盡量不要吵 因為我覺得吵架很傷感情 他想要吵他就關鏡 我就會生氣 我是說在工作的時候 你在日本 這裡面也是演這樣歌姓的人嗎 我在裡面超級一板一眼 然後就是很機車 這種還好 機車OK 就是你不要 你不要那種 這是什麼限定的標準 不是...你機車至少是顯性的 你不要那種隱性的 很恐怖 對啊 我今天覺得立揚跟KID 滿適合在一起的 對 奇怪的氛圍 KID會發瘋 有一個奇怪的氛圍 我們要看就是風向的人 往往都是我們會講說 他有一點 笑面虎的特質 為什麼 風向的人他都會很壓抑 表面的情緒 笑面虎 他真的看不出來幾乎 笑面虎 所以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壓抑壓抑表面的情緒 情緒還在 只是自己吃下來了 他累積出來久了 他會突然一次就爆炸 爆花 風向的人常常會 你做這件事 我也做這件事公平 是 但是這件事只會讓裂痕增加 對 所以你會 反而會因此更修補不了自己的感受 是 風向的人要注意的問題 對 那我們來看水象 水象就我們講到像佩恩的雙銀座 KID雙銀座 或者是巨蟹座跟天蠍 這算是星座共同的 其實展現出來就像KID 你一貫看到的 他們感性 他們EQ或許有點低 在搶什麼東西 我EQ很好 生氣了 不是 沒有生氣 我不是 你不是生氣 我沒有生氣 EQ真的好準 好高準 我EQ很高 神算 不太生氣 所以你看像我火象嘛 射從座嘛 就水火說話是不容的 因為火象通常是很直接 對 馬上就衝突起來了 那我來看一下為什麼 那怎麼辦 如果水象的人 要該注意什麼 就是避免累積環 那水象的人 其實在感情中異常的體貼 那一般人都想不到 異常的體貼 那我們所謂說 那避免累積懷疑 就是說 當我對你有一些疑問 不要在心裡替你解釋 對 就是你這件事情 讓我懷疑了 那算了 Baby我看起來是很愛你 我想你那件事 應該是怎樣怎樣吧 對 自己解釋掉了 結果那個根本就是 有問題的事 所以那該怎麼辦 就是說有問題 你反而要像 剛剛我們前面提到 火象星座的時候 對嘛 就是打電話一定要接嘛 你接完把事情講出來 你到底在幹嘛 我就沒事 打三百通 那但是你當天 其實講清是必要 但未必是要那麼急 就比如說晚上 十一二點call你 平常這個時間 都已經在休息回家了 對 今天卻不在 我不用一直call 但是到明天早上 那一堂課真的很難 對不對 非常的難 然後大家在這個人生 必經的過程當中 都是必修的這一堂課 對 那當然就是如果要真的 能夠細水長流 像我們楊醫師 憲哥這樣子的話 真的要花時間 經營感情 那是很重要的 要兩個人共同接演 沒錯 真的是在感情世界當中 退一步是海闊天空 是 好 那最後 我們請佩恩跟立揚 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心情 是 至第三者 至第三者 然後就是每個星期六晚上十點 在台市 然後星期天晚上十點 在東森綜合台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至第三者 今天也謝謝各位 謝謝